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你見到這是一個新的節目 這個新的節目叫做清心清談 我這個新的節目為甚麼叫清心清談呢? 因為就好像清談節目那樣 話說其實做Youtube 我到三月尾就足足三年了 發展不過不失 但是也有很多困難挑戰 我之前也說過了 其實也探討過很多方向怎樣去做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會想一些 topic 每個topic這樣講 或者訪問 其實這兩件事是最多的 但是有時這個topic 你要搜納資料 當然一定要做 但是有時都會慢 如果你慢 就要搜納資料 又要想得來 搞得來 所以 做一個Youtube頻道 質數要高 說這個topic 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都留意到 前兩次我都提到 有少少累 burnout 跡象 你還做折磨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使命 這個是 我興趣的使命 其實一直這個Youtube頻道 都是在想一些不同的方式 怎樣可以 其實就是一個挑戰來的 我經常做事都是這樣的 省時間 省錢 省力 這個是我的 Aim 但是其實我也有很多 很不足的 很蠢的地方 浪費錢 浪費時間 浪費力 其實 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傳導人 是怎樣 我都是想來給大家知道 那我就 你說 就是 做一條片 起碼都 過幾小時 又要錄影 又要想錄影 跟著又要 做字幕 跟著又要做 一張thumbnail 其實很短 都要一個小時 那我在想 怎麽樣可以 短些時間 又有quality 呢 這樣 那我就 就是 如果說回 你說 喂 那你都很累啦 還早 那我就覺得 不如我轉一轉那個thumbnail 好像早期那樣 我每天都錄 但是你說 每天都錄 是不是 很多很多時間呢 那初期又沒有字幕啦 那又 沒有一些thumbnail啦 那其實呢 相對來說輕鬆的 當然你要 想下怎麽樣做 就是因為 最初的時候 補助心態 是一個 嘗試嘛 那變了 有些 有些很快做完的 其實 那 我就想 想 拿一個平衡了 就是我又見到 有些channel呢 到這麽常下的發展呢 就好像一個 就是 清談節目那樣 那所以呢 就是我就 取其 清談這個方向 我就覺得直播呢 就 我有試過直播 就沒有什麽人看的 那什麽人看呢 也都不能夠做到即時互動 即時互動要disturb 所以 直播這個方面 就不太適合自己 那但是 那麽 我就覺得 每一日其實 都有一些東西可以分享 那麽 那麽所以 就是如果我 每一日的節目 可能是 就是 十幾 十幾分鐘 或者 甚至幾分鐘 有時有些 topic 講 可以長一點 那麽 那麽每日都做呢 我嘗試挑戰自己 就是 就是每一日只是抽 可能是 半個小時左右 那麽 這個是今天我第一次的測試 我就 做完要做的事 那麽可能 抽半個小時 我就可以有不同的 已經可以有不同的分享 甚至我稿都不用寫很多 我就可以分享了 那 亦都 但是我都 覺得 很多人都 想聽我說一下 這些想法 那麽有時又 即時即時又是 不能夠表達到 那麽事實上有時又不是 就是每個 topic 可以做一個節目 那麽長的 那麽我覺得 啊 用這個方法就試一下 那麽就 所以呢 幾樣東西 第一呢 就是每日做 那麽 如果每日 做不到呢 那麽我就會 做不到那麽呢 我就 起碼那麽 那麽 就是 其實我那個YouTube的功能 可以 上一張圖 上幾張圖 跟著有些字的嘛 就好像Facebook那麽的嘛 那麽我就給大家知道 啊 我今天做不到 那麽 那麽 那麽都有一些分享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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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YouTube很有趣的 他保持著那麽做呢 你才可以 就是慢慢去 穩定那麽頻道的 那麽 因爲我一月做越人呢 就 他又未少到很少 但是你不出片呢 他又真是很少人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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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一些专杂,因为其实我后天都约了一位台湾的, 就是白卫关子的一个在神学院侍奉的传道人去访问, 那些访问我都会做,但是变成我可以每天去分享一些我心里想的东西, 还有一些个人更新的东西,让一些思绪和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个普通的传道人, 他会想些什么,他要预备些什么,所以我试一下这个方法的时候, 就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样的,所以我试一下一轮, 当然这个也可以包括到一些圣经的分享,有些那天的灵修或者思想到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引言,那我想说明天我就会试新东西, 有朋友就买了这个叫做无线的录音帮我,因为我那个接触不良, 又录得不是那么好,也没有试过有无线,无线也很贵的, 但是我收到这个几个月了,明天就会去试用,因为我放假了, 其实放假还没放完,那预告一下,我就会在星期六就会有个讲座的, 在网上面,是讲到网上网下,就是怎样去再思想去运用在网上, 无论是在YouTube,在Zoom,在WhatsApp,这些social media, 或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的网上的一些传福音, 或者栽培的方式,以及网下,就是我们face to face, 或者其他的途径,那种再思,我觉得都要再想一想, 就是几年的COVID,在影响着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件事呢, 是不可以继续做呢,会不会可以成功呢, 这个就在雪梨时间,未来星期六的早上10点半, 那我可能明天做节目再跟大家讲多些, 那我也都这几天呢,就准备着一些去旅行的, 我下个星期就去旅行,去Tasmania,那我就觉得去, 这个都值得去讲讲的,就是Tasmania, 是很,就是一个环岛有十几天,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那但是,哇,就是准备一个road trip,其实真是很头恨的, 对,我就形容它做论文那样的,因为其实Tasmania都很大, 很多点都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那我要设计酒店, 又设计Airbnb,各样的不同的,就是Expedia,那些酒店,那些独立, 那接着要想一条road trip,就是Tasmania, 就是一个心形那样的,那你可以由Clockwise那样去, 或者是Anti-Clockwise那样去,或者只是去中间, 或者在上面那边那边落,那就是, 其实有几个玩法,那我就觉得,可以试一下, 还到这样,哇,跟着就真是,很烦了, 那但是,so far都已经准备了,那都要慢慢准备了, 就是一些仔细的,但是,其实有些事情要祈祷的, 就是我们去plan这些,就算去玩,那当然希望可以放松到, 也都可以见识到,跟一起去的人, 有一个好的,开心的时间,那但是,都很多东西有准备, 其中一个就是祈祷,就是,你去那个地方, 就是有人提醒我,我第一次去Tasmania的时候,17年, 那时候有位弟兄很好的,他说,你小心啊, Tasmania开车,那我就想,Tasmania很少人的, 那些车开得很快的,正正就是这样, 就是他说,他都认识过有朋友,在Tasmania, 就是撞车过小的,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开很久的车,突然之间就会有辆车走出来的, 就是你开得很爽啊,没有车啊,突然间会有辆车走出来的, 所以,这个提醒我都要记住的, 那还有Tasmania不可以完全靠GPS的,又要, 所以那时候,我上次去了几天,去的地方很少, 前后五天,但是,都买了一本Tasmania的, 全本,就是全国岛的地图,就是一个好些的preparation, in case,就是没有一些接收到的讯息的, 你都可以follow the road,看地图, 其实就是这二十多年,那些GPS那么厉害, 以前很多时候都是看地图,去找地图, 接着去街,那些人开车都是这样的, 所以,要做这些功课, 然后,要祈祈祈祈求神保守的身体, 其实我今天的鞋头,昨天, 开始就痛了,里面的很深层那些, 我知道大概是什么事的, 但是就很麻烦,腰住腰住, 那就要做很多exercise, 休息啦,去 undo他啦, 因为可能也是昨晚又差点啦, 因为昨晚,但是知道是随直的嘛, 那我儿子教会有一帮鼎姊妹, 就在我们这里倒数的, 看烟花, 那你始终都是看电视的烟花, 那他倒数的时候, 倒数完了, 那接着他们就不会立刻走啦, 那我都很appreciate一帮年轻人, 在那去玩啦, 聊天啊, 那这样的, 那所以就容易晚了啦, 晚了就休息啦, 那这样就不舒服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时候真的要为这些祈祷, 那些以色列之行都是的, 就是都会有这些东西, 那所以有时候去旅行plan, 怎样plan, 其实真的不要忘记祈祷, 虽然这个好像, 又好像老生上谈, 但是对点一点啦, 为到自己身体, 为到我们几个去的人那个状态, 为到那个住的地方啊, 整个路程啊, 那个平安啊, 那这样, 那所以, 就是有这些准备啦, 那另外其实就因为, 前那几天就, 就是疲伐啦, 心灵疲敗啦, 那所以有些, 其实真的有些工作都要清理的, 我本身, 有时候我都是有拖延的迹象的, 就是, 就是多东西做就是这样, 这个题目都是很值得去看的, 那时候, 就是, 我儿子也买了一本书, 就是, 为何人总是拖延, 这个都很值得谈, 那, 那又, 将些东西吞咯, 就是有时候, 你不是到最急的时候, 你会拖拖拖的, 那其实我性格都是一种, 去到最急的时候, 我是爆发力最高的, 我是一些这样的人, 那所以有时候, 我很多时候都过了骨的, 那但是每次这样不行的, 那, 所以, 就是, 我都提过啦, 写满了一板子, 这样, 这样, 怎样去完成呢, 其实, 还有很多东西去完成, 那都拖了很多, 所以, 这几天, 状态好一些, 都要清, 那, 那, 所以, 明天呢, 就有这些东西, 就是, 就是, 有些东西去, 清, 一些, 无论是在公, 在私的, 一些事丰, 评论, 其实, 明天晚上都要有个, pre study的, 所以, 虽然我明天放假, 都要pre study, 那, 所以有时候, 就是, 就是, 我希望, 大家, 会明白一件事, 就是, 传道人放假是需要的, 那, 如果一个勤力的传道人, 哈哈哈, 一个勤力的传道人, 放假是更加需要的, 因为有时候, 就是, 就算, 譬如今次来的, 帐篇很长的, 一个月的, 那, 我有十几天去了, Tasmania玩, 但是, 前后, 其实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要处理, 或者, 根本有时候有些事情, 我一回, 我未正式上班, 叫我二月叫做上班, 但是, 在一月, 第四周已经有讲座的了, 我开放那边, 那, 其实都要准备的, 不是我讲的, 我要去夾一些东西, 我要去安排, 那天, 还有人结婚, 那天, 还有一个, 临时有个outreach的, 有个机会, 又要去做, 所以, 全部都要准备, 这个星期, 我是一个义务性质, 在, 以色列短孙中心, 那个讲座, 四周六, 那我就放假的, 那, 但其实, 我就是要准备了, 所以, 就是, 那个处理方法, 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 假就, 拿, 因为都要清假, 因为, 我的假就是, 因为, 在covid的时候, 放不了, 那时候, 这些童工很少, 不够人, 那, 一路累積累積, 那, 就, 变成了, 今年又去以色列, 拿了差不多一个月, 那, 现在又, 叫做半年后, 已经拿了一个月, 但其实, 在当中, 都有很多事情, 要去, 在事奉上做准备, 就是, 有时候, 你都, 计不了这么清, 那, 所以, 我就觉得, 如果, 教会弟兄姊妹, 我不是为我灵福堂这个, 我这个这么说, 而是, 就是, 你们, 对于你们的传道人呢, 都, 要, 要, 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 如果, 如果, 真的做事的人呢, 就是放假, 他都, 要, 不是要放假做事, 也都不是说放假, 你什么都不做, 就叫做放假, 而是说, 就是, 你有些空间, 给我们, 可以去, 去处理一些, 不同的事情, 无论家庭, 个人, 那, 那, 所以, 比如这几天, 虽然说, 就是一个, burn out, 就是说的夸张一点, 让你们同情一下, 那样, 其实, 又不是说, 如果真的去到 burn out, 就不行了, 你去到那时候, 你,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就要做的, 其实, 我想告诉大家, 有时候, 我都很笨的, 有些人觉得, 你都, 好像挺聪明的, 其实很笨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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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有时候, 一些功能, 有时候, 把一些, 什么, Happy New Year,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有个 list, 一按, 有, 有, 最好, 二百多人, 就可以立即收到, 我其实, 一直都没有整理这个 list, 所以, 我发现, 你发现, 五个人, 五个人, 这样, 有时候, 我就是, 用几个小时, 五个五个, 去 forward一些东西, 那样, 就是, 如果有些, 大家都要知道的, 宣传, 或者我想人知道, 但是, 很不方便的, 因为, 你那个 list, 你不是一个 list, 你找回, 你前段时间, 有哪些人, 你传个信息给他, 都不 organized, 但有时候, 就是, 花了很多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反而, 我觉得, 很笨, 所以, 这两天, 其中一个 task, 要做好这个 list, 或者这些不同的 list, 我传东西出去, 可能沟通会好些, 因为, 始终, 就是, 有时候, 我发现, 有些人, 都会开始有些疲累, 疲累, 就是, 不好意思, 不传给他, 一个新年, 但是, 这种是现代的关系, 的建立, 我都, 不觉得是, 不好的事, 但有时候, 我都做不足的, 做不足的, 一天就蠢, 做得不好, 要花很多时间, 才可以做到, 那, 我发现, 如果, 有些时间, 去整理你, 好些, 那又会帮到这件事, 那, 其实, 是需要和人有一个, 好的接触, 和沟通的, 那, 所以, 都分享给大家听, 这个是, 别人, 就是我的生活, 那, 看看明天会讲些什么, 我讲了应该, 没有半个小时, 那, 看看我给你, 半个小时内, 我一会做后期, 快点做过去, 好, 那, 大家给我一些意见, 就是, 给多点, 鼓励支持, 那, 我觉得, 要有效, 好, 下次再说, by bwd6